他就打我嘛,在那个酒店里面,等到后面打我一枪,打我脑袋,我就很气了,我就感觉闷了,我就感觉我疯了一样,我就拼命地打了,我在外面那么多人看到我们打架,我感觉我没有疾风想抓进去,我都想了,我没一个人活了,我感觉,打完以后,他还说,你怎么回去呢? 我说,回哪里去,回我租住房,回你们那个房子,我这么不可能,回我租住房,他在家里打我,我就不敢,他就走,在外面他不打我了,我租住,回他那个房子是更不可能的,他父母在那里,我就不跟他走,一个人我就躺在那个笨子上,我接着一个人就像,我就躺倒了一样,我觉得我太,我太难受了,我一个人,我真的死心了,就算了吧,就起诉离婚,我真的就离婚了,你起诉以后有后悔过吗? 我没有回过,他内心是不想跟我离婚,他父母过来不会这样子,今天你的公公婆婆也到我们现场来了,谁?你的公公婆婆婆,我真的不想面对这些事情,不需要你认真的,我不想她,我爸,我不想她,我不想她,我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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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敢了 提到公婆 终于是突然倒地 嚎啕大哭 遇见大汗害怕 调节现场 亦是陷入混乱状态 赖先生的爸妈又不是老虎 钟女士为什么会如此文声色变呢 观察员们抑郁刀破天气 女方大事人啊 你有很强烈的恐惧 你的婆婆包括你的老公 都是在这都是来解决问题的 所以你自己内心要告诉自己 只要你这一刻坚强一点 我们就能帮得到你 因为你也不想让你自己今后这么痛苦 你也想维持你的这个婚姻 对不对 所以希望你在这里 先说说儿媳妇的优点的话 您能说说吗 我找不到的 我这话也听来讲 好像是你们女婚 都说我们找到 他们都先上吵架 对吧 要不然吵架 要不然打架 当年找到我们做婚姻 我们就快不快 我说你们要打架 要吵架 出去 到外面去 不要再无力了 这样他这个 他就没见了 干了 所以其实 呃 您的意思是说 你只是对于他们夫妻俩 经常吵架的这个现象 觉得老人家看着心里不舒服 对我们不舒服 并不是说针对他们俩人的事 不是吧 因为我们讲 你们要打架 要那个吵架 当然没吵架 下个门口 我们要给他 有没有过这种情况 就是在他看来 他会认为你们是每次都在批评他 他怎么说法 对他不错 所以说最开始 你们对他还挺好的 在你看来 是对他还不错 就是后来吵架 吵架太多了 改变了这个太多了 当我们练义 不怎么不再 既吃 他回来 他就下来 如果我 也就是说 伤了你们两个老人家心的 就是他们夫妻二人 过得不好 我再换一个方向来问你 比如说有没有哪一次 在你看来是儿子做的不对 你也批评他 还有一个正情况 你现在就把小孩的交叉 搞成了个普通小孩 也爷爷奶奶都不能 有些交叉 他最帅的 爷爷奶奶 爸爸 这些 这为小孩的时候 不得这样做 他们到这里了解 是不是要你全部复分 如果他们要复分 我没意见 就要你们两个好 不得好 我还是同意你们这样做 但是会 过到有一天 估计的那些事情 千万千万不能再发生 你譬如说 告诉大家快见 你就说希望他这些 稍微过激的行为和言行 不要有了 这是你对他 这是你对他提出的建议 是吧 你们要付出 可以 但是 不要 估计的就是 不要再考 对于这个儿媳妇 你们还是欢迎的态度 希望他能够跟你们今后 相处得更好一些 对吧 并不排斥他 可以这么说吗 可以 你们可以 这是你们的 我不想调了 钟女士不满公公的说法 他扬言要提前结束今天的条件 冷静思考后 钟女士试图用一件事 来向大家证明 所有的矛盾 都因赖先生 有错在先 我老婆喜欢撒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